专题名称超级废物资远单遥控涉及代理人系统 动机与目的 我们是在一则国际新闻的恐怖攻击而起发 我们可以派机器人来压制犯人或者是恐怖分子 来减少人民和警方的伤亡 像这么危险的环境和火灾等等 我们都可以派机器人前去救援 我们机器人也可以做任务实行的代理人 代理人的定义就是以气声来完成自身的任务 这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一 这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二 我们机器人主体设计整中分析的架构 一,遥控器的硬体设计架构是指我们的遥控器 二,机器人的硬体设计架构是指我们的机器人本身 三,雷射导引橡皮筋枪结构设计是指我们的雷射枪 四,手臂微摄影机影像录制及Wi-Fi传输是指我们机器人手臂的微摄影机 这是我们的遥控器的硬体设计的内部架构 这是我们的遥控器 我们遥控器的这两端 这两端的可变电阻是控制机器人的手臂动作 我们可以依可变电阻而转动的角度 可以控制机器人的手臂的动作 前面这个可变电阻是我们机器人雷射枪的板机 这是我们机器人本体的内部架构 这是我们机器人身上的无线模组RF和微控制器MCU 这是我们的机器人 我们雷射导引橡皮筋架构设计 我们可以先把橡皮筋固定在废弃鱼山骨架上 然后再用四伏马达的转动角度来控制铁丝插销 我们铁丝插销往前就可以固定我们的橡皮筋 铁丝插销往后 我们的橡皮筋就会立即的发射出去 这是我们的四伏马达 这是我们的四伏马达输入给它的波形 这是我们层次功能与流程图的说明 我们设计机器人控制功能有个特色 就是同步控制功能 我们可以利用遥控器操作端产生的动作 机器人也会随之产生同样的动作 以来到直觉操作的效果 这是我们机器人枪的前装后橡皮筋和发射出去的图 这是我们的机器人和我们的遥控器 前面这个手机的影像是我们从微摄影机所 通过我们的微摄影机所显现出来的 我们为了这个手机的影像的目的是 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器人所瞄准的目标和机器人的处境 结论我们遭遇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法 我们的四伏马达使用有损坏的问题 我们超选其他的四伏马达 和我们的电压不稳定 我们以电压改变电压的方式 这是我们的引柱资料 我们的专题总共分为几个架构 首先这是我们机器人的遥控器 我们把吸管固定在可变电阻上 调整可变电阻的转轴 就是调整电压的讯号 这是一个类比讯号的调整 将讯号送至遥控器的控制晶片 再透过无线传输到机器人的接收晶片 使机器人做相对应的动作 再来这是我们机器人的微摄影机 我们透过手机的APP 利用Wi-Fi传输到我们的机器 传输到我们的手机镜头 这样就可以知道机器人所 瞄准的目标和 制造机器人的处境 这个是我们机器人射击的架构 利用两发橡皮镜当作子弹 然后利用并利用雷射光做瞄准 这是我们机器人的RF跟MCU 然后利用RF接收从机器人端 从遥控器端 接收遥控器端的讯号 利用MCU控制机器人的动作 会避免进入危险环境 所以用摄影机监控 先瞄准左边假想笔 然后射击 再瞄准右边假想笔 然后射击 机器人也具备行走的功能 以上是我们的操作说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